在吵架的時候一直 喝喝不停 喝喝喝 嘩嘩 吵架的時候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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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如 今天影片的標題名稱叫 疫苗的人物女友 超爆笑 氣氣氣排名 耶 太強了 太強了 這聽話名稱是誰想的 太強了嗎 我想的 太強了吧 氣氣氣 氣氣氣超可愛的 好不好 我們走濃細路線 結果最近在斯文開約會討論的時候 就他就突然不知道發了什麼 他開會的時候突然說 欸你看這句話真的很氣耶 你趕快拍一個 惹怒女友一句話的那個企劃 然後斯文就提供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親身經歷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做一個排名 那我從網路上看到 跟在IG限時動態問大家 然後還有蒐集斯文自己個人 好可憐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成員 首先呢 就是斯文 好玩 斯文就是我們這一次 感謝他提供我們這一次 非常大的多素材 一半以上都是他的 齁 多年輕代表 然後呢 你知道都是女生沒有用 我們要派一個直男正常的男性代表 就是可直可彎 非常正常的一個正常人 可直可彎 耶 嗨 大家好 欸 可彎 好 大家好 我告訴你伊人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男性 他就是一個中立路線 就是我們今天的對照組 那再來呢就是大家最期待 我們的特別來賓球球 大家好 耶 我沒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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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球球 不用說了 這麼好看的臉 這麼好的身材 然後而且球球就是 你知道剛剛聊天 他的吐槽真的是最好笑 我們今天就是看球球 真的 真的 我們今天就是看球球吐槽斯文 然後我們也會走一個中立 走一個中立路線 我們都已經排好了 好那等一下呢 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小小的一張小卡 等一下會有PVP 然後我們邊放 你覺得這個是你最生氣的 你就把它拿在手上 就自己記得就好了 然後 你覺得下一個更生氣 你就換紙條這樣子 好 那每個人追求都一不一樣 大家不要看到生氣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選項一 你是不是變胖了 這個對我來說沒什麼感覺 你說變胖了 還好啦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我會跟他說 好像是你養的 喔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讚耶 超表的 優質女友 好那我們就大家都OK 我們就直接下一個 外面很浪漫欸 第二個是 幹嘛你生理期喔 這通常都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們 有點小錯誤 幹嘛你生理期 有些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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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 兩邊都很很很 這個 這個還蠻傷的 對啊 這個我還好 這個我也沒什麼感覺 對對對 是啦是還好 就只是會想好嘴回去而已 但是我覺得作為男生 我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有點過了 所以就是其實你覺得 這個男生有在攻擊 有在攻擊 我作為男生我不會這樣說 女朋友 哈哈 最後一個第三 喔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我被你講過 如果你講的跟誰誰誰一樣可愛 就要正 這 這是情傷的問題 這個這個 對不起 他剛剛講說這個就是 沒有社會講的話 這聽下來應該是 我的真人真事 這是真人真事 這是真人真事 可是我覺得我這個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不能接受 對 這個還好 這是我的錯可以了吧 我覺得這不是承認錯 不意的 欸 欸 秋秋這不行 你要道歉你就好好道歉 可以了吧 到底什麼意思 他就只是想要敷衍你 我不能被敷衍 但是這樣我看下來覺得 斯文還蠻好紅的 因為剛剛斯文有提到說 喔 你先認錯了 基本上已經好一半了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斯文沒有拿背提示 因為前面那個 你長得跟誰誰一樣 可怕就好 真的上了他心 他真的有被講過這句話 是真的會 他講的是我朋友 我看我那個朋友 傻眼 隨便你開心就好 敷衍敷衍來 真敷衍 百分之兩百的分敷衍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較敷衍 在吵架的時候一直 吵架不行 吵架 吵架 吵架的時候 吵架吵人怨的 所以你要跟他解釋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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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解釋了什麼情況下 會用到插滴啊 對我跟一個人講話啊 他就會覺得我們兩個 就是太好 有什麼之類 對有什麼 都會說沒有 那就是碰巧遇到 你就會 插滴 都你在講 啊不是感情不好 插滴 蛤 還插滴還插滴 還是你要拿兩張 蛤這兩個我選 好你拿兩張 拿兩張 先拿兩張 下一題 不要無力取鬧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很嚴重 這蠻嚴重的耶 這種時候我就會安靜 然後就去旁邊 就是我好像可能真的 惹到人家 喔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都是這樣 對不起 那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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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跟思文有一樣反應 然後對不起 然後就好像這樣 對不起 下一個 你公主病喔 欸這個我會有點小小的 受到傷害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沒什麼公主病 對所以如果有人說我公主病 我會很難過 然後自己檢討自己很久 是怕你生氣啊 欸這不是蠻可愛的嗎 這個沒有吧 不不不 他前面一定說 我不跟你講 是因為我怕你生氣 喔 真的 真的 他其實有算就這樣 喔 他其實有算就這樣 可是這不是理由啊 不可以因為怕人家生氣 就不講啊 對啊 所以就會有人對這句話生氣啊 那你愛怎樣就怎樣 這女生應該不太行吧 這不就跟前面那個女生 對啊 一整長串就是女生都會不爽的話 吵架專用就對了 你想要怎麼傷人就看這一支影片 沒有關於感情問題 一律建議 分手 分手 分得無界 所以關你什麼事 欸 欸這不行 這不行 這不行 我作為資產會 我覺得也不行 所以關你什麼事 那你就是外人的意思啊 你就是 連你朋友還 講出這種話就代表說 這個男生已經對你 你知道已經沒什麼 渣男 或是他在外面一定有別人 哇 我直接拿你講 這個應該不是跟女朋友講這個話 這個 這個真的很過分 可以跟女朋友講這句話 這已經超越了 你能不能比誰可愛 這就是要分手啊 這就是要分手啊 所以關你什麼事 真的不行 感覺不誠實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換了 我又要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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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講過 哇 這個太傷了吧 我從來不會講這種 這個完全在否定 這個完全在否定 對 這個真的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天啊 你好可憐喔 欸 玩脖子很偉大吧 真的很少 然後還可以工作 心理素質很高耶 對 這個不行 你要好了沒 我剛真的開門家 什麼什麼 然後我沒聽到 黃香 男的什麼 可以再講一遍嗎 怎麼講啊你說啊 欸可是如果 我跟男生講這句話 應該是蠻好的吧 是正在嗎 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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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正能量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你才會滿意 因為你剛剛這樣講 他我現在又想歪了 我作為男生 我們在講這句話 我反而會覺得說 這是我真的要改進 所以我才會問你 因為我怎麼做 你都不滿意 那你直接跟我說我怎麼做 才會滿意 就是減少少 快速的 就是溝通的 溝通的一個方式 反正這個還好 沉默不語 看你給我講話 沒有 有點煩欸 不要一下 我是不太喜歡 沉默這件事情 我覺得 讓人覺得 所以到底是要怎樣 我被我一次 因為我遲到十分鐘 他就從頭再也沒有理我 我大概 三天 你晚了多 晚到多久 十分鐘 我剛講 我剛講說我會晚到十分鐘 欸不行吧 這種男生的嗎 就是渣男 不行這個不行 我覺得怕的就是沉默不語的背後就是 他有一種懲罰心態 對 我作為男生我聽不下去 就沒辦法 對 恭喜你解剖 恭喜 他只是我乾妹 喔 這個不行吧 我乾妹 我都好多個乾妹妹這樣 我不相信乾妹妹 我要用這個影片 跟廣大的所有的男生女生 都沒有什麼乾妹妹 好不好 就是在一起跟不在一起 沒有乾妹妹 現在都要認乾爹了 乾爹 直接沖乾爹就對了 乾妹妹我哪一個好了 你可以不要這樣丟臉嗎 欸 我很不行欸 這個很傷 我很不行 我要 這個我要 我要 這個完全就是在否定 你的 這個我要 這個感覺比前女友更誇張 就是我已經丟臉了 這是人生龍擊 真的啊 那我待會兒講一個 我就是最最最最最最 你現在就講嗎 現在就講 我被講過 狗改標姿勢 我跟你講 這個這些 這些題目算什麼 這些題目算什麼 如果這句話一出來 這些題目都不算什麼 所以完全不行 而且狗改標姿勢 就會搭配叉滴 狗改標姿勢還搭配叉滴 對 我贏了 我最贏 沒有 我最贏這個 誰的 我們現在就是來看一下 大概覺得第一名是什麼 然後我先好了 我先示範一下 我覺得最嚴重的第一名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丟 丟臉嗎 因為這已經涉及人生攻擊 只要是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聽到這種話都會非常的受難 然後第二名的話 我覺得是 注意關你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關你什麼事 就代表說 你沒有把對方放在心上 對不對 好 喬喬喬 嗯 我覺得最嚴重的就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丟臉嗎 對 我覺得也就是 我是一個會希望 帶我出去的男的 他是有面子的 嗯 所以我一定會什麼精心打敗 或是就是 行為具實會特別注意 然後還會 講出這種話 我覺得 正男的根本就不 不識貨 我覺得第二名就是 就是 跟你一樣 所以關你什麼事 我是女朋友欸 我為什麼有什麼事情 會讓我不知道之類的 對 對 這樣 我覺得思文要放最後 思文要放最後 我就先說好了 那我覺得的話 我覺得兩項我就是 都覺得還蠻重的啦 那就是第一 就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丟臉嗎 對 不過我自己想講一下就是 反而女生對男生講的話 應該還好 因為本來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男生有時候會比較像小孩子 然後反而想被咽一下什麼的 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反過來 哇這個情況 完全就是 三百就是大腿完了 一百八十度 這樣錯了 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但是還蠻重的 優點是 人身攻擊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前女友都不會這樣 那也是一樣 就是不能有比較啊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 優點跟缺點 那你喜歡她 就是因為你既包容她的 你喜歡她優點 又包容她的缺點嘛 所以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 所以是不應該提的 所以是不應該提的 我覺得這兩個是最重的 但是我答案 如果在這三十五題面 是跟大家差不多啦 一個就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丟臉嗎 我們這句話是不是 這個真的還蠻神的 很傷人 我前女友都不會這樣 可是如果我第一名 應該是我前女友 因為我真的被講過 那時候真的是很 被講哪一句 就是我前女友都不會這樣 哇 這個真的很可怕欸 這個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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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自知聽說 不行我這樣我作為男生 我都會 而且施文是被combo的 然後最慘就是 狗改掉的事實 還有她在忙的時候 我被講過 就我跟她分享 我出去的事情 她就跟我說 你覺得跟一個在忙的人 講這個好嗎 很莫名欸 你可以晚一點回啊 真的等等我再看 然後就回她 好對不起 施文有沒有 施文有沒有 大家知道 女朋友就要找這種類型 欸等一下 還好已經走出來了 耶 耶 好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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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邊 然後如果 是男生的話 就注意有些話不能說 然後有些話的話 說之前可以想一下 然後有些話其實 無傷帶啊OK的 對對對 然後女生的話就是 要知道自己好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當 當你發生 跟施文差不多狀況的時候 就知道該怎麼處理了 對吧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大家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按讚我的粉絲專頁 然後謝謝球球 今天特別來也可以 追蹤球球的IG 去球球頻道訂閱一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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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